新冠溯源将真相大白 传中共将检测初期武汉血液样本 北京称孟晚舟回国意义重大 却管不了华为深陷低迷 习近平提前攻台 传福建做备战调查 反转 特斯拉赢了 温州车主被判赔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Renfer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将满两年 病毒起源至今仍难以定调 主要原因为中共配合调查态度消息 美情报机构先前提出的报告指出 若没有中方协助 他们无法断定病毒是否从中国实验室外泄 美总统拜登则在9月 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度通话时 讨论了疫情起源调查的议题 如今传出 在各界不断呼吁公开透明的声浪下 中共将检测上万储存于武汉血液银行的样本 CNN报道 由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调查小组 2月赴中国进行病毒起源调查 但收获甚微 主要是无法从官方手中取得关键资料和权限 2019年疫情爆发之初的血液样本 他们认定这是掌握病毒核实 及从何而来感染人类的关键证据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透露 当局将检测涵盖2019年病毒信中时期的血液样本 数量约达2万笔 官员指出 中国的血液银行样本保存期限为两年 以防任何一名军赠者在法律诉讼中需要血液作为证据 专家推测的疫情首播爆发时间点 及2019年10月至11月的样本则将到期 检测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只要样本保存期限一满便会展开 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米勒表示 这些血液样本绝对包含着病毒线索 但也呼吁中共官方允许外国专家观察整个过程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中共单方面提出的任何结果 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已近三周 10月12日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于成还在强调她回国的国际意义 但是国内意义在哪呢 掀起的一股爱国热潮已随风而至 一时被尊为民族英雄的孟晚舟悄无声息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 孟晚舟回到中国的场面如英雄凯旋 可是华为目前身陷低迷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于成 12日对中共环球电视网称 孟晚舟在中共国庆节前夕平安归来 是献给祖国生日最好的礼物 她披露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非法拘押三年时间里 党和政府时刻牵挂 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 她称 中美两国元首通话时 习主席明确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 要求美方尽快妥善解决 她概括得很奇特 孟晚舟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被拘押 也恰恰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获释 形同把她再次提到民族英雄的地位 这位外交部副部长这样解释孟晚舟回国的意义 孟晚舟回国去掉的不仅是电子矫铐 而是霸权和胁迫的枷锁 孟晚舟事件将有望成为意识性的转折点 将国武更多国家对霸权强权进行斗争 乐于成这些话当然是给国内听众说的 可惜孟晚舟热过去了 孟晚舟回去没几天 正赶上中国大规模电荒 把许多人的心情转换了 也有网友觉得资产阶级回国 无产阶级狂欢什么 华尔街日报10月8日报道说 孟晚舟于9月25日回到中国 当时的场面如同欢迎英雄凯旋 孟晚舟回国 似乎是中共和加拿大之间换服的结果 习近平为孟晚舟付出这么大的心血 甚至不顾中国的国际形象 与双边关系原来不错的加拿大翻脸 与美国的关系更加败坏 与西方世界进行践远 孟晚舟是华为集团金融首长 她像英雄一样回去了 但是华尔街日报在美国 阻击华为出镜成像报道指出 近三年前在加拿大被拘捕时 身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 正奔波于全球各地 当时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可谓所向披靡 今年9月底她回国时 看到的则是一家状况截然不同的公司 美国的制裁迫使华为步步后退 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勉励而战 华为收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该公司的智能手机销量已滑落至第九位 从欧洲到中国 买家纷纷消失踪影 随着华为在关键市场失利 该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份额也在收缩 部分原因是美国为阻止华为5G技术的使用而施加压力 除此之外 一些客户也对华为保持技术竞争力的能力感到担忧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孟晚舟获释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政策有所松动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告诉新闻媒体 商务部将继续努力阻止华为获得新进式成芯片 网上有评论称 孟晚舟回国了 一国就一人 意义是大 可是华为差不多要倒下了 管它的呢 当然 不能说华为倒下了 无非是失去了昔日风光 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 深陷低迷 日前 中共军机已罕见规模扰台 中共军方11日公布 在福建南部进行了抢滩登陆实战演练 发布的影片里 一小群士兵乘小艇抢滩 投掷烟雾弹 突破铁丝网 并向岸上推进 虽然中共军方没有将这次演练与台海局势相联系 但其含义不言而喻 有调查发现 中共近年来在密集进行备战调查 有学者表示 习近平可能会提前攻打台湾 在中华民国国庆日前一天 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 再度声称要统一台湾 在此之前 10月1日到5日 中共派150架次军机绕台 用台湾国防部长的话说 台湾和中国大陆间的紧张局势达到40年来的最高点 据传 福建全州惠安县在2021年1月的一份内部文件 提为《关于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统计的通知》 文件中说 要提高国防动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平战转换能力 达到高效参战和支援保证作战的目的 网络信息显示 从习近平第二任期的2018年起 《关于国防动员潜力的调查》特别密集 从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表示 中共做这些统计是有目的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来 不管它的军事战略思想怎么变化 它的人民战争思想一直贯彻到今天 就是人海战术 吕奥著名法学家袁洪斌表示 种种迹象表明 习近平当局正加快使中国进入战争状态 旨在对台作战 袁洪斌说 国内的良知人士透露 习近平当局原来确定的发动台海之战的时间点 是在二十大之后 也就是2023年到2024年 在前不久 美军在阿富汗大溃败式的撤离 习近平有可能把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提前一些 因为他觉得拜登这个政府是软弱的 近日 中共发改委还发布市场转入负面清单2021 将禁止私有资本进入新闻传媒业 进一步加紧控制公众话语权 宇奥著名法学家袁洪斌表示 他就是要更加地把舆论彻底控制死 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入战争状态 就在外界关注台海战争是否一触即发的时候 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 正密集在印太地区举行联合军演 12日开始 美 日 印 澳四国在孟加拉湾展开 2021马拉巴尔年度军演的第二阶段 美国派出卡尔文森号航母参加 特斯拉有限公司起诉812温州特斯拉失灵 车主侵害名誉案有了新进展 10月11日浙江省温州市陆城区法院 对特斯拉与温州车主的名誉纠纷以案作出判决 法院审理认定 2020年8月12日 被告特斯拉车主陈某驾车行驶至停车场门口时 因操作不当 致使车辆加速失控后 碰撞多辆停放车辆和道路隔离栏等各类设施 特斯拉胜诉 被告温州车主陈某被判向特斯拉道歉并赔偿5万元 据事故车辆的鉴定意见书显示 被鉴定车辆碰撞前5秒内 行车自动踏板 稳定控制系统 ABS系统均未工作 监控视频也显示 被鉴定车辆冲进停车场时 自动灯未亮 即事发时驾驶人脚未踩自动路板 法院判决被告特斯拉车主陈某 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在抖音平台其使用的账户上 向原告特斯拉赔礼道歉 持续不少于90日 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特斯拉赔偿款5万元 2020年8月12日 温州市陆城区双乐住宅区小区停车场 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辆国产特斯拉Model 3 高速冲撞停车场入口的阻拦杆 随后又与停车场内的车辆发生严重碰撞 车主陈某在事故中受伤 被送医抢救 随后陈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当时在距离停车场100米时 特斯拉Model 3失控突然加速 刹车失灵 同年10月16日 陈某在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一大队进行笔录 承认当时确实没有踩刹车 而是把油门当刹车踩了 10天后10月27日 交通大队认定车主陈某 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然而调查结果发布后 车主陈某仍公开宣称 当时这台Model 3 并未开启自动辅助驾驶 而车辆突然失控并加速 他还表示 自己是驾龄10余年的老司机 绝对不会犯 刹车油门踩错的错误 此外 车主陈某继续在社交平台 和公众媒体上表示 车辆突然加速 刹车失灵等导致惨剧发生 并在社交平台上使用 温州特斯拉失控车主这一用户名 随后 特斯拉以侵害名誉权为由 将车主陈某告上法庭 温州市路程区人民法院 于今年6月9日受离此案 10月11日 温州路程区法院判决被告车主陈某 向特斯拉道歉并赔偿5万元 判决结果一经公布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认为 被告车主只赔5万元 造谣成本太低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